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的第一指节处只有一条文的话 这种人大多从小出身不是很好 家境比较的贫寒 家中也不能为其提供太多的帮助 凡事都需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 享受不到祖辈的余音和庇护 若是此文从中间断开的话 代表着幼年容易遭遇凶险 与父母之间的缘分比较淡薄 容易远离家乡去外地发展 二 大拇指第一指节纹两条或三条 如果大拇指的第一指节处有两条或三条横文的话 这种指节的文献容易闭合形成 夫子眼 两条或凤眼 三条 拥有这种大拇指手文特征的人大多天资聪颖 容易出生在家境较为富裕的家庭 能够享受祖上余音带来的帮助 男人由此首相 年轻时事业上就容易获得成功 而且贵人较多 女人拥有夫子眼的话 则望夫一子 一生逢凶画集 三 领袖文 所谓的领袖文位于第一指节的上端处 其形状为两条平行的斜纹 如果一个人长有领袖文的话 代表着这种人一般很有雄心和志向 立志高远 做事很有目标 而且善于运用谋略 有着很强的统帅力 做事也很有耐心 知道进退和分寸 很有自知之明 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属于天生的领袖类型 四 权贵文 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指端位置常有心文 六字形文 地形的金印文的话 这几种文统称为权贵文 听其名字便可知道 这种文是一种很难得的集文 容易获得富贵和权势 经商容易发财 入室则容易升官 五 文约文 所谓的文约文位于第一指节和第二指节之间 如果有一条或两条横文的话 即称为文约文 此文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才华 长有此文的人一般智商较高 考虑问题非常的细致和全面 而且头脑灵活 懂得变通 个人才能非常强 学业运极好 学习能力非常强 但是享受不到祖业带来的帮助 只能自己创业 容易怀才不遇 即使成功 一生也比较的辛苦 劳碌 六 龙眼门 龙眼门即是位于第一指节和第二指节之间 椭圆形的纹路 如果一个人长有龙眼门的话 这种人大多天生就比较的聪明 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超强 从小各方面的素质在同龄人中都属于出类拔萃的类型 特别适合从事学术方面研究类型的事业 能够出人头地 获得极大的名望和地位 此文主大贵 如果从政的话也能够平步清云 七 偏财文 偏财文即是位于第一指节和第二指节之间的网状文 或者是错综复杂的文路 长有偏财文的人大多非常的聪明 反应也比较灵敏 有着很强的观察分析和判断力 善于发现和把握住身边的机遇 很有投资方面的天赋 偏财运非常好 也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 得到意外之财 如果此文靠近第一指节的话 一般发达的较早 如果靠近第二指节的话 则发达的较晚一些 二 六种发财手 赚钱轻松 事业成功 日子越过越富有 一 手掌柔软有肉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较为厚实 有肉又比较柔软 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在外的话 这种人大多属于心灵手巧之人 为人聪明能干 头脑清晰灵活 无论做什么 都能做得比较出色 非常的会赚钱 在事业上容易成功 医生的财运极好 尤其是偏财运 非常的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 而且身边的贵人较多 每次遇到困难 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 赚钱能力强 二 有贵人线 所谓的贵人线 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 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 这条纹大多数人都有 但基本上都不明显 此文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 大多贵人运非常好 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 因此财运极好 在赚钱方面非常的厉害 女人有此守闻的话 夫运较好 容易嫁到有钱人家 男人此文清晰 则事业有成 资产丰厚 一生不为钱发愁 日子越过越富裕 三 无名指长 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长的较长 看上去几乎与中指快要平起的话 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灵活 很有智慧和头脑 而且踏实能干 很有挣钱的天赋和才华 财运非常好 这种人无论做什么工作 只要足够努力 定然能够做出一番成就 赚钱非常的轻松 积累财富比较快 若是无名指过短的话 这种人一般笃性较强 好高骛远 做事容易急功近利 总想着一夜报复 最终却辛苦劳累 没有作为 四 财运线清晰 财运线即是无名指下方的树直纹路 有的人长得条数较多 有的较少 有的清晰 尤其模糊 如果一个人的财运 长得清晰而明显的话 这种人财运自然也就非常好 身边赚钱的机会比较多 财路比较广 而且这种人善于理财 对于钱财的掌控能力比较强 懂得合理使用钱财和投资 能够让手里的钱 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然后钱滚钱 变得越来越富有 而财运线不明显的人 理财能力较差 财运也不好 赚钱非常的辛苦 五 手掌有财库 手掌中的财库 指的是手掌心的纹路交叉 呈三角形或方形的闭口 掌有这种手纹的人比较少 即使有 好多也是模糊不清 掌中财库较为明显的人 一般财运极好 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 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和轻松 不用太辛苦 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 而且这种人 一般不喜欢受人管束 不喜欢替别人打工 喜欢自己创业 凭借着自己的才能 往往能够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收益不菲 日子也是越过越富 六 掌心藏水 所谓的掌心藏水 指的是手掌平摊开 掌心部位凹陷下去 倒一些水放在手心 也不会移出来 掌有这种手相的人 一般智商较高 非常的聪明能干 情商也比较高 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能够积累下丰厚的人脉资源 无论做什么职业 都能够获得成功 赚钱比较的容易 而且特别的善于理财 也比较的喜欢存钱 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和财富 属于典型的发财手 三 身上四颗 多金多福智 身边多贵人 赚钱轻松 一生富贵到老 一 嘴唇上长智 嘴唇为说话和吃饭的部位 说话代表着表达欲 吃饭代表着一个人的食路运 如果一个人的嘴唇上长智的话 代表着口服较好 吃喝不愁 这种人一般非常的健谈和开朗 交际能力非常强 异性缘非常好 身边的桃花运也比较旺盛 而且善于沟通交际和处理人际关系 人缘好 朋友多 身边常有贵人相助 财运一般也比较旺盛 赚钱比较轻松 但是要注意保持与异性相处的尺度 不然会影响到自身的感情 二 眼角边长智 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观察力和反应力 也能表达出一个人的真实内心 如果一个人的眼角边长智的话 这种人大多头脑非常的聪明 思维灵敏反应快 很有才华和天赋 学习能力比较强 做事总能够举一反三 而且做起事来也特别的踏实稳重 不仅能力出众 而且气质也很好 容易获得异性的青睐 身边的贵人较多 只要愿意努力 身边财博不断 生活幸福美满 一生富贵到老 三 脖子上长智 脖子连接着人的脑袋和身体 既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体魄和态度 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智慧和思维方式 如果一个人的脖子上长智的话 这种人大多智商较高 头脑非常的聪明伶俐 很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而且意志力坚韧 能吃苦耐劳 即使出身贫困 通过自己的努力 再加上自己的经商天赋 必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轻则脱贫致富 重则大富大贵 四 耳垂上长智 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 财力和福气 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一般来说耳朵上的智 大多皆为极致 如果一个人的耳垂上长智的话 这种人大多心得非常的善良 性格比较的平和 对人很有礼貌 对上懂得孝顺父母 尊敬长辈 对家庭很有责任感 对事业怀有敬畏心 处处懂得为他人着想 人际关系非常好 人脉比较广 而且善于把握机会 事业和财运非常好 赚钱机会多 一辈子注定财旺家旺 家大业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